山托尔颱風造成許多校園百年老數倒塌 市議員江蕙宏認為災情沒有適當的修剪數目 受損才會如此嚴重 要求教育局建立預防機制 颱風警報竟先完成修剪 才能避免在災情中造成損傷 學校裡面我們的教育局 應該有他們的保障的固項來幫助整理 真的也很感謝學校老師和校長 只有每個教育市每一間國小和所有學校都一樣 就是說連家長、學生和資金也都去幫助整理 學校裡面很多市場都要幾百年 也要幾百年 你像學校如果百年他相信 裡面的教育就有百年 你們到未來是一套機制來檢視 說這些所有的老抽 看他們 剛才一種情形 你如果每年這樣 把他們檢查 教育打招你也不知道 那方太來就要ender了 很沒菜 做學校裡面也有一點不方便 我們這個修宿的這些相關的規範 我們可以重新去做檢視 屬實上我們到外國也有邊經費 每一年在紅胎來進行 我們整個公司的學校都去做數目的修剪 目前各學校的營養午餐 由各學校自行規範 包括營養調配及菜單的公告等 各校標準不一 市議員張博洋要求能制定營養午餐專法 來規範各學校做好營養午餐 很多時候個別學校發生的案件 回到教育局局端的時候 我們所面臨到的問題 跟我們能夠處理的措施 其實都會因為沒有一套明確的準則 或一套明確的法律而有所不同 我們要推廣這個所謂的食農教育 那食農教育在個別學校 其實就現況來看是 看校長的本領 看學校的這個午餐團隊 他的可推動的程度 或他本身的推動的業務的能力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局端是有一套相關的專法 來做管管這個管控或規範 甚至讓他們有有法可循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 比較讓我們這種個別個案 大家層次不低 層次高低不起的這個狀況 有一個比較緩和的一個解法 中央這邊的母法這邊 還沒有完全定調 那變成我們這邊地方的這個政府 我們在一群上面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去令你 或者是去找突破的這個部分 那剛剛這個議座提醒的部分 我們會回去 演你 就是看其他縣市的這些做法 那我們看看高雄市這邊 是不是有一根明定的這些條文 你可以先去做一下努力 議員關心各項教育部門 相關議題 分別提出各項建言 希望相關局處要重視 做好市政規劃 讓各項政策 符合民眾的需求 記者 中安城 參訪報導